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高法林 欢迎收看第十九期读书之乐节目 不知各位是否想过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常说列强这个词 指欧洲一些国家 英吉利 德意志 西班牙 法兰西 我们从教科书上读到 他们到非洲 美洲 亚洲 澳洲 建立殖民地 瓜分土地 驱赶和奴役当地土著 掠夺原料 倾销商品 为什么不是倒过来呢 为什么不是美洲 印第安人 非洲 澳洲的土著 向欧洲殖民扩张 瓜分土地 倾销商品呢 为什么列强不是指索马里 秘鲁 柬埔寨和印度呢 不知您如何回答 许多人可能脱口而出 那欧洲经过了文艺复兴 工业革命呢 不是有一部电视系列片 大国崛起 介绍了好几个大国崛起的 内外原因吗 这些国家抢得先机 富国强兵 船坚炮利 但是为什么是他们 而不是非洲人 印第安人 富国强兵 船坚炮利呢 去征服欧洲和世界呢 追溯终极原因 有了各种说法 最著名的是种族说 各民族 各人种之间 在生物学上存在着差异 有人认为 黑人的脑容量比白人小 欧罗巴人 人种在智力上 优于其他种类的 其他种族的人类 另一种是气候说 寒冷气候对人的创造力和精力 具有刺激作用 而炎热潮湿的热带气候 让人闲散懒惰 不善于深度思考 还有一种呢 可以叫做地理文明说 温带和亚热带地区 适合种植业发展 率先实现了粮食自足 进而发明了文字 推动了社会分工和人口交流 社会组织的更有效率 且说 太平洋西部有个世界第二大岛 新几内亚岛 从1511年起 先后是葡萄牙 英国 德国的殖民地 1975年9月16日独立 叫做巴布亚新几内亚 这是他的国名 岛上的居民生活在石器时代 白人来了 说他们是原始人 带来了各种物资 从钢服 火柴 药品 到软饮料等等 新几内亚人认识到这些都很有用 一概称之为货物 整整五十年前 1972年 当地有位政治家叫耶利 在沙滩上散步时 遇到了一位从美国来考察 鸟类进化的科学家 贾雷德·戴蒙德 也在那散步 虽然素贵平生 但两人聊起来 耶利问戴蒙德 为什么你们白人 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 把他们运到新几内亚来 而我们黑人 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 35岁的戴蒙德 答不出来 但是引起了深深的思索 戴蒙德出生在波士顿 从哈佛毕业后 到英国剑桥的圣三一学院 拿到博士学位 后来是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 他一刻也没忘这个耶利之问 带着问题到处调查 深入思索 25年后 他出版了一本书 《枪炮病菌与钢铁》 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1990年代 那个时候出现了很多交叉新学科 像生物地理学 行为生态学 分子生物学 戴蒙德呢 就是这些领域的领先探索者 他回答耶利之问的这部著作 获得了1997年的普利策奖 英国科普图书奖 戴蒙德在前言中写道 对于世界各个民族来说 历史的发展进程很不相同 在上一次冰期结束后的13000年以来 世界某些地区发展成为工业社会 另一些地区仅仅发展成为农业社会 还有一些地区仍然是狩猎采集社会 这种历史上的差异 对现代世界投下了持久的阴影 使用金属工具的有文字的社会 就征服了或者甚至消灭了其他类型的社会 这些差异构成了世界史的最基本的事实 但是产生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戴蒙德否定种族说 他反而认为啊 如果不谈知识 不谈现在的科技的新成果 单就智力而言 新几内亚人可能还优于白人 他也不认同气候说 他举例反正啊 印第安人中唯一发明了文字的社会 出现在处在热带的墨西哥 非洲大陆最古老的陶器 处在赤道附近 而直到最近一千年之前呢 身处气候相对寒冷的北欧各民族 对欧亚大陆的文明 没有做出过重要贡献 戴蒙德的结论是啊 不同民族在发展中拉开差距 原因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而是民族环境的差异 他这本书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讲述人类从七千万 对不起 说错了 七百万年前起源到五十万年前制人的出现 那时动物和植物都是野生的 人类各个部落在动植物驯化上的能力 决定了他们初始的文明程度 最有价值的可驯化野生物种 只集中在全球九个狭展的地区 这些地区因此成为最早的农业故乡 这些原始人得天独厚 一步领先步步领先 导致这一局面的终极原因 戴蒙德在第二部分阐述 各大陆的地理特点 欧亚大陆是东西轴线 南美洲和北美洲是南北轴线 非洲也是南北轴线 我们大家可以看看屏幕上地图 这个就是戴蒙德全部利润的一个基本前提 东西轴线的欧亚大陆大部分处在温带和亚热带 适合驯化的野生动植物比其他大陆更多 纬度相同有利于物种传播 美洲和非洲就不同了 纵观热带温带甚至寒带 可供驯化的野生动植物较少 也很难传播 为什么南北轴线与东西轴线的大陆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有史以来啊 人类驯化的所有粮食作物都是一年生种子类植物 小麦水稻玉米 这都要在冬季来临之前 把全身所有的能量精华聚集在种子上 才能熬过严寒来年好发芽 至今人类在全世界共驯化了56种粮食作物 清一色都是在四季分明的温带驯化成功 没有一个出在热带和寒带 这不是偶然的 对原始人类来讲 种庄稼算是一门高精尖的技术 第一批种地的农民 一万两千年前出现在两河流域的新月卧地 也就是如今的中东地区 这和当地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 气候独特 海拔悬殊 由此诞生了异常丰富的野生物种 人类驯化的56种粮食作物 32种可以在新月卧地找到 这就是人类生产力的月升 是文明的化时代突破 人类最早的文明古国 巴比伦就诞生在新月卧地 一种粮食作物被驯化成功后 扩散是需要时间的 尤其是在交通很不发达的古代 欧亚大陆的优势是拥有大面积的温带土地 哪怕相隔数千公里 也气温相似 便于扩散 大约一万年前 中国南方人类成功驯化了水稻 然后在约三千年里传到了印度 又过了大约两千年 传到地中海流域 而非洲就不一样了 南北轴线气温差距非常大 一个地方能种的植物 到了几百公里外就没法种 所以粮食作物很难在非洲扩散 美洲大陆也有类似问题 但是程度稍轻 因为美洲它拥有比较大的温带面积 非洲不仅没有成功驯化任何植物 连动物也没有 牛羊马 鸡鸭鹅 都是欧亚人类驯化的 欧洲殖命者入侵非洲时 带过去的牲畜几乎死绝 就打算驯化非洲本地动物作为帮手 折腾了几百年 全部失败 非洲的斑马 谁都驯服不了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骑 斑马可不善 它见谁咬谁 科学家仔细研究后 发现居然还是气候的原因 人类目前驯服的所有动物 都具备共同特性 那就是它们野生时 都是群体生物 群体内是等级制度 它们喜欢拥挤在一起 所以脾气温顺 跟着头领走 细究会发现 这也是环境所迫 在有残酷冬季的地区 动物才不能搞个人突出 它跟着经验最丰富 体格最强壮的头头活下来 擅自离队 就是死路一条 这样的筛选环境 只有温带才有 而非洲大多数地方 没有冬天 生存压力不大 非洲动物就宁愿当独行侠 缺乏粮食作物和家畜 非洲迟迟不能进入农业文明 比欧亚大陆慢了一万年 一直到欧洲殖民者入侵 非洲连一个像样的帝国 都没建立起来 也没有自己的文字 戴蒙德在书的第三部分 讲述了从粮食生产到技术发展 有了驯化动植物 才有定居的生活 才会有余粮去养活那些 不耕作的阶层 催生技术进步和行政组织 他还讲了文字和产生和传播 以及并军在文明冲突中的影响 第四部分呢 作者是用他的理论解释 新几内亚 中国 非洲的文化形成 以及东西两个半球的碰撞 枪炮并军与钢铁 这本书的内容跨度很大 许多论述对我产生颠覆性的冲击 不读 不知道 一读吓一跳 我介绍起来呢 就挂一漏万 现在我们被新冠疫情缠住 尤其是冒出一个奥米克戎新变种 恰恰戴梦德书里面就专门有一张啊 标题是 牲畜的致命礼物 详细分析了这个病菌的问题 我就重点谈一下这个问题 但是先要说明 他说的病菌 自从广义上说的 包括了细菌 病毒 以及其他微生物 作者他不可能解读我们今天的新冠 但是我在疫情期间来重读这本书啊 不由自主的就要联想到我们今天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 资本来到世间 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过去我是这么理解 血是意味着暴力 肮脏的东西呢意味着阴谋诡计 我们被告知啊 欧洲征服者在来到美洲 非洲和亚洲时如何狡诈残暴 典型的例证就是 尽管美洲本土的印第安人善待白人 但是白人为了占领土地和资源 大肆屠杀印第安人 1492年 格伦布到达美洲大陆 印第安人口当时估计是2000万 但是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 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 是动枪动炮大屠杀造成这样惨烈的结果吗 是 但是不完全是 这本著作上书名有病君 这就是这本书最出乎我们意料的内容之一 戴蒙德说 在整个近代史上 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 流感 肺结核 瘧疾 鼠疫 麻疹和祸乱 都是从动物的疾病 演化而来的传染病 虽然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西班牙征服者 杀死的印第安人不计其数 但是西班牙病君 杀死的印第安人更要多得多 病君为什么这么坏 我们的思考往往以人为本位 从人的立场来考虑疾病和细菌问题 然而戴蒙德呢 是让我们暂时把人类的偏见呢 放在一边 从病君的角度来考虑疾病问题 病君和我们人类一样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 自发的遵循趋利避害 实现利益最大化原则 病君以各种稀奇古怪的方式 使我们人类生病 他这样做 他会得到什么利益呢 戴蒙德指出 从根本上说 病君的演化和其他物种没有两样 他们没有意识 没有主观能力 就靠自然选择 在繁殖后代和帮助后代 向食欲生存的地方传播 使自己的基因最大量的延续下去 使类生病是符合病君利益的 我们生命的许多症状 实际上不过是某种病君在改变我们的身体和行为 让我们帮助传播他所表现出来的方式 例如流感和百日咳病君 又使受害者咳嗽打喷嚏 把一群病君向周围喷射出去 霍烂病君促使受害者拉肚子 把病君送入水源 狂犬病毒更厉害 它驱使狗疯狂乱咬 使更多的人和动物受到感染 最充分研究的一例 是澳大利亚1950年 有意识地引进了一种病毒 叫做多发性粘液流病毒 澳大利亚人希望用它来消灭 泛滥成灾的欧洲兔子 这种病毒能对欧洲的家兔 造成致命的流行病 第一年效果不错 造成了99.8%的死亡率 澳大利亚的农民很满意 但是第二年 欧洲兔子的死亡率就大为下降 几年下来最后降到了25% 这个中间呢 当然是有兔子 它有了一定的抗体 有这个因素 但是戴蒙德指出啊 这种粘液病毒 也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演化的 它不同意兔子的利益 也不同意农民的利益 粘液病毒降低了自己的毒性 因为少杀死一些兔子 使那些受到致命感染的兔子 多活些日子再死 这个病毒才能把自己的后代 传播到更多的兔子中去 这个道理啊 也适用于人 对病菌病毒来说 别把人弄死 才符合他的最大利益 他们一边繁衍 一边变异 提高传染力 减弱致死率 这像不像奥米克戎新变种啊 人类的反御 防御反应啊 是通过一代代人自然选择出来的 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病菌 他要耍出花招 人类呢 就演化出反花招 我们和病原体 在一轮又一轮 逐步升级的演化竞赛中 难解难分 只有对某种病毒的抗体的人 比缺乏这种抗体的人 更有可能生存下来 长期下来啊 在反复接触某种病原体的人中 只有那种抗体的人 比例就比较高了 戴蒙德说 常见的儿童急性传染病 包括麻疹 疯疯 急性腮腺炎 百日壳和天花 是怎么流行起来的呢 一些研究表明啊 像麻疹 它就可能会在任何 少于50万人的人口中消失 传染病 刚才说的这些传染病啊 都是这样 它需要有足够多 足够拥挤的仇灭人口 他们不可能在小群狩猎 采集族群和刀根火种的农民中存在 这些人也就不可能产生和遗传 对抗传染病的抗体 那么这个就是农业会启动 群众性传染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种粮食 比狩猎采集的人口密度高得多 平均要高10倍到100倍 狩猎采集的族群经常变换营地 但农民是定居的 他们生活在自己排放出来的污水之中 还常常用粪便当作肥料撒到田里 病军船部的路子就太宽了 而城市出现 更加拥挤的人口 给病军带来了更大的幸运 欧洲人因为很早进入农业社会 千百年因为人口稠密 经历过多次从动物传染到人的瘟疫 那么对病军就产生并遗传了抗体 印第安人呢 因为处在采集狩猎阶段 他没有经历过这些瘟疫 也就没有产生抗体 病军杀死了大多数印第安人和他们的领袖 消磨了幸存者的士气 从而削弱了他们对欧洲人的反抗 16世纪初 科尔特斯率领几百个西班牙人 在墨西哥海岸登陆 去征服拥有好几百万人口的 勇猛好战的阿斯特克帝国时 遭到阿斯特克人顽强抵抗 使西班牙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是天花 1520年 天花随着一个受到感染的来自古巴的奴隶 到达墨西哥 流行开来 就杀死了阿斯特克近一半人口 包括皇帝 大难不死的阿斯特克人 也被这种怪病弄得士气低落 因为这种病 他专杀印第安人 尽不伤害西班牙人 真好像在印证西班牙战无不胜 像天花 麻疹 流行性感冒和斑疹伤寒 来到美洲新大陆 争先恐后的要做杀手的头把交椅 紧随其后的 还有白猴 瘧疾 流行性腮腺炎 百日壳 肺结核 黄热病 欧洲探险家和殖命者 也不是金刚不坏之身 亚洲热带的瘧疾 东南亚的祸乱 和非洲热带的黄热病 也曾经让一些前来的白人 染病 甚至丧命 但是规模太不对等了 而单就这个欧洲和美洲而言呢 十几种主要传染病从欧洲来到美洲 安家落户 就几乎没有一种是从美洲来到欧洲 读这本书读到这儿 我似乎发现了这本书的一个破绽 不对啊 前面不是说吗 哥伦布时代对美洲的人口估计为两千万人吗 这个并不比同时代的欧亚大陆人口差的太多 美洲一些城市 像特诺奇提特兰 算得上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 为什么没有按照戴蒙德的理论 产生可怕的病菌 等着西班牙人来找死呢 我们在这儿 又遇到前面提到的那个老问题 为什么在欧洲和美洲之间 病菌的交锋这样不对等 印第安人 应该也能用瘟疫来回敬西班牙入侵者 传回欧洲 就像早些年的鼠疫那样 横扫欧洲的人口 戴蒙德呢 他认为啊 美洲为什么没有能出现致命的流行病 答案很简单 欧亚大陆的传染病 是从欧亚大陆的群居动物身上的病菌演化而来 积瘟压瘟 猪瘟 一死一大片 但在美洲呢 首先是能够被驯化的野生动物就很缺乏 在大约一万三千年前上一期上一次的兵期结束时啊 美洲大约80%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就灭绝了 印第安人驯化的动物只有五种 火鸡 羊驼 豚鼠 美洲家鸭和狗 这几种动物都不可能成为人类传染病的来源 像美洲家鸭和火鸡都不是大群在一起生活 它们也不是我们喜欢搂搂抱抱 有大量身体接触的动物 人们也不喝美洲羊驼的奶 总之 欧亚大陆的病菌 对大量消灭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土著民族 起了可怕的关键作用 不仅是对印第安人 还有夏威夷太平洋诸岛上的居民 还有澳大利亚土著 非洲南部的科伊桑民族 这些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欧亚大陆病菌的民族 接触了之后 累计死亡率在50%到100%之间 最极端的例子是海地岛上的印第安人口 哥伦布到达新大陆的1492年有800万 37年过去到1535年减到了0 在这本文化文明进化史的书中 戴蒙德也涉及中国 关于中国文明的早会 他提出了两个视角 一个是文字 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唯一的书写系统 这促进了民族和文化的形成 比一比其他的种族 就知道这有多么的难得了 欧洲到现在还在使用好多种语言和文字 印度呢 有850种语言 戴蒙德常去的新几内亚 一个岛上居然有1000种语言 第二呢 动植物驯化 古代中国人在华北最早种植出了耐旱的鼠子 就是一种黄米 在华南培育出了一年两熟的水稻 而猪 鸡和水牛 也是由中国人最早驯化的 英国博物学家杰克查洛纳 主编过一本改变世界的1001项发明 来自中国的有30项 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 1500年之后 838项重大发明 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为什么中国人突然丧失了发明的智慧 戴蒙德提了一个类似耶里之问那样的问题 为什么是欧洲人完成了现代化的扩张 而不是中国人或者印度人呢 戴蒙德以两个人的对比为例 就是正和与哥伦布 这都是航海家了 正和下西洋 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多么伟大的事业 但是中国极权专制的帝王 一个决定就使得船队航行半途而废 因为中国由于文化和地理的双重原因 导致在很长时间里 持续超稳定结构 在明清时代 更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配套的 高度成熟的专制政体 皇权至高无上 压制了现代科学所必须的各种条件 说到这儿啊 有一件趣事啊 不妨一提啊 中国科幻小说大师刘慈欣 就是写出三体流量地球的那位啊 他写过一篇短篇小说 西洋 说正和没有遵从圣旨返航 而是继续勇往直前探索世界 几百年过去 1997年归还仪式 并不是英国把香港归还中国 而是中国把北爱尔兰归还英国 这个只是脑洞大开的幻想了 据说他写于1998年 那正是《枪炮病军与钢铁》 这本书英文版出版一年之后 我不知道刘慈欣是不是读过 甚至至少 或者至少是听说过这本书 耶里之问受到了启发 戴蒙德呢 是用哥伦布来与正和对比 认为欧洲在近代崛起 正得益于他们的长期分裂 欧洲在地理上的分割 形成了几十个 甚至几百个独立的小国 相互竞争 如果某个国家没有追求改革创新 那么另一个国家就会去做 从而迫使邻国也去做 否则就会被征服 或者在经济上落后 欧洲的地理障碍 足以妨碍政治上的统一 但还不足以使技术和思想的传播停止 欧洲从来没有哪一个专制君王 能像在中国那样 一句话就切断整个欧洲的创造源泉 这种分裂 促成了思想的多元化和技术科学的进步 东方不亮西方亮 黑了南方有北方 哥伦布要远航 又没钱 他求了好几位君王和贵族赞助 前四位都说no 但是第五位同意了掏腰包 哥伦布就做出了改变世界的发现 可见正式分裂 孕育了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 也有人问 那印度在地理和语言上 比欧洲更分裂 他并没有做出更大贡献 这样的话呢 戴孟德在书里面提出了一个最优分裂原则 创新是在带有最优中间程度分裂的社会里发展最快 太过统一的社会处于劣势 太过分裂的社会也不占优 想一想我们中国历史上最有思想活力是春秋战国时期 我觉得戴孟德看的还挺准 这本书出版之后 难免有人就评论作者是在给欧洲殖民主义洗白 不过根据我的理解 戴孟德在书里面还并没有表现出种族优越感 也没有鄙视发展落后的大陆 他只是客观陈述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那就像我们做完一个实验之后 如实的写出实验报告一样 我就讲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收听 病军病毒当前呢 我希望大家祝福大家平安度过疫情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